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它要我们求下列各级数的和 第一小题呢,是sigma k等于1到n的k乘上呢,k加1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算呢? 其实我们就把它呢,给它怎么样,乘进去嘛,先观察一下 这个就会等于sigma k等于1到n的这个k平方加上k了 那其实啊,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sigma的基本性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会用它啊,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数列ak,一个极数ak跟另外一个极数ak 或一个数列ak跟另外一个数列ak,然后它们两个呢,加在一起来取极数 所以我们不是可以把它拆成是独立的两个吗? 就可以变成sigma k等于1的n的,因为这中间是加码,变成这边是k平方 再加上sigma k等于1到n的k 那这两个东西我们都单独知道它的式子啊,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因为这是等于1平加2平加3平加到n平,所以就是6分之1的n的n加1 乘上2n加1,而后面呢,这边则是加上什么? 这里是2分之1的n乘上n加1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把这几个东西做一个简单的运算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把这个n跟n加1呢,怎么样提出来 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6分之1给它提出来一下,所以就变成6分之1的n乘上n加1 那后面这边就剩下了2n加1 好,这边剩2n加1,那这边你提6分之1的时候,事实上里面剩下一个3,对不对? 因为这里只有2分之1,你提6分之1出来,所以其实有一个3在这边 那这样子算的话呢,其实这边就变成2n加这个多少? 2n加4了嘛,对不对?2n加4 那2n加4跟6分之1里面的2做约分的话,就会变成多少? 就会变成3分之1的n乘上n加1乘上n加2 OK,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果 那所以重要的是哪一步? 就是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利用的是我们的这个sigma的基本性值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呢,这个就更清楚咯 它呢,告诉我们什么sigma k等于1到10的k的三次方 减掉呢,2k的平方加4k减8 我们知道啊,不论是加或者是减呢 其实它都可以符合这个我们的基本性值 也就是你可以把原本呢,是合在这个里面的 变成拆开来看,也就是变成sigma k等于1到10的k三方 减掉呢,你还可以怎么样把这个2呢 提到外面,同时你可以做两件事情 就是原本就是sigma k等于1到10的呢 这个2k平方,你就不用写2k平方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2呢,也提到前面去变成k平方 然后这里是2,2乘上 然后这里是加4倍的sigma k等于1到10的k 最后呢,再减掉sigma k等于1到10的8 所以计算它呢,就变成 诶,不会很困难咯 因为我们对每一个式子都是有怎么样印象的 比如说sigma的k三方,也就是呢 连续正整数的立方和就变成是什么 4分之1的n平方乘上n加1平方 啊这个n是多少,是10啊,对不对 所以就是10平方乘上呢,11的平方 然后呢,再来这边是减掉两倍的 sigma k平方的式子是什么 6分之1的n乘上呢,n加1 然后呢,再乘上2n加1 好,那再加上4倍的这个2分之1的n乘上n加1 最后呢,减掉10个8 所以呢,就是10乘上8 OK,这样一系列的东西 你就把整个东西都算出来了 记得,这几个式子都是要很熟的 sigma k平方,sigma k三方,sigma k平方跟sigma k 它们分别等于什么 那我们直接就把数字带进去了 所以呢,那这边呢,就等于 大家注意一下,里面都有10跟11,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把10跟11先给它提出来的话呢 那么前面呢,就剩下什么 就剩下4分之10乘11,也就是4分之110 然后减掉呢,这边剩下的是这个6跟21先约掉,剩7 这边剩2,然后2跟2又约掉了 所以这边其实就只剩下减掉7 然后呢,再加上这里是多少呢 我们算一下,这边呢,10跟11提出去这边就剩下2而已了 然后最后呢,再减掉80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算 那我们算一下,这边就变成2分之55了,对不对 2分之55减掉5 所以2分之55减掉5就变成是2分之45 所以呢,我们就写一下,这边就变成110乘上2分之45 减掉80 OK,所以呢,这里约一下 就会等于呢,55乘上45 OK,55乘上45快的算法就是50平减5平嘛 因为是50加5跟50减5 好,50平减5平 所以是2500减掉25 所以就会是2475减80 所以就会是多少呢 2475,然后呢,我们再减80 后面自己再减80,这边再减80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2395 好,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2395 你算对了吗? 那记得这整个过程呢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从这个式子变成这个式子的观念 只是后面的计算呢 也是要注意一下 免得你已经努力的想出来 最后就算错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